大陆联想因为在出售的电脑当中预装了间谍软件Superfish 在美国旧金山联邦法院被集体诉讼 根据了解Superfish会秘密监控、窃听以及传输用户信息 甚至私密的资料如密码、银行账号以及密码等都会被害 去年9月爱荷华州州立大学20岁中国女生少童遇害 男友李向南作为嫌犯被美国警方通弃 李向南在案发后匆匆飞回中国再无踪影 少童父亲呼吁中美警方联手追起凶手 随着中国廉价优势逐渐消失 众多外资企业纷纷撤离 4月1号日资零售企业华唐洋华唐商业有限公司 宣布关闭在北京的幼安门华唐商场 昨天是香港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清明节 许多港人顶着烈日上山祭祖扫墓 由于天气干燥大风 又扫墓者一下火种引发全日151宗山火 所幸无人受伤 新台里亚特电视真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奏